我们来看看afterclass的东西 Windy最近在IG宣布考到Bergoli 柏克利音乐学院 很多知名的人都在那里不过业 读过不同的学科 考到但不代表他会过去 考虑因为他之前想在香港读 他说了目前有申请其他大学 但也是一切要考完DSE才决定 完成之后会有一个最终决定 到时会和大家说 再次感谢大家 这里是一个喜顺利的考度 他进修也是挺好的 不过始终未知 他还说那时候在3月初的时候 网上面试 紧张到他人都震了 Windy 又是看着他一帮小妹妹不断成长 这里就说多谢大家关心 收到email那一刻开心得飞起 总之到时看看他们的去向是怎样 Windy一直很努力 之前有一个去学校还是校制的音乐比赛 他唱莫扎特那些歌 寄精四座 甚至有一影片 爆红到一些华语地区 他原来是读 国际基督教优质 音乐中学的 以前小时候都大有来头的 就是思成 五岁时已经跟随 专业女高音 歌唱家 黄山和戏子军 学习正统声乐 后来就因为 缘分去了参加星梦 但是在比赛途中要转做 流行曲不是一时间那么适应 也因为身份重叠了 跳舞就交给Yumi 然后逗唱 各方面 都比较了一点 他只是一点也不差 最终也要黯然 在中期时离开了 他一直要找一个更独特的字 定位是比较难的 我就说 他一直去唱有格调的歌 他尝试唱一些比较难度高 又不是说难度 刁钻一点 另类一点 另类得来 那些歌又好听 当然是哪个演绎是难很多 要找一个奇招出路 就要走出去 或者他如果真的要爆出来 真正爆红爆起 就是要 一路修炼自己 又是等一个其他的 选手节目 包括大陆那些 练到有这么厉害 以前 韩雄说真的练到天下无敌 一个机会一来 全部一听都要跪 最后其实他是 美女 努力去保持自己的身份 那时在星梦都说 两点之后就不吃东西 吃一餐 你看他这么努力 仍然要等一个机会 有时在娱乐圈就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 在早期有一个 有一个滑板 或者无端端跑一下 有辆BMX 甚至有人 有辆车载了你 去了很前 但始终仍然要继续跑 有些人可能就会跑一下停下来 也有些劲的就越跑越劲 好像不懂得停下来 也有些即使 早期落后 总之你一直努力跑 总有机会跑上来 看看他如何 然后 祝福他 如果他又去 读书 就只剩 Yumi 和 Gigi Gigi 其实也是半个全职艺人 虽然他在读大学 但他的表演 亦相多 搞作亦很多 接下来是演唱会 下面会说Gigi 然后Chantelle 看看读到什么时候 我们下面会说Chantelle Yumi 闭关 如果Windy真的去读 可能是读几年 可能反正中 又是要两边走 祝福他先 看一看 原来他们也有很多 资料 Chantelle又说会出一首 个人的跳唱单曲 是第一首跳唱歌曲 厉害了 弄一些新发生 定期 那些歌路你见 他一直是 变的 每一次都会不同 这个尝试 他的策略定位 是挺 很聪明的 而后援会 一直都是很乐力的 好做得 好做到事 现在又搞一个众筹 看到 资料 资料 货金 货到某一个金额 有机会 获得 应援活动的VIP 入场券 粉丝 磨拳策掌 准备 支持 Chantelle 另外 之前 他考了车牌 融入当地生活 不过你仍然不忙在香港 继续 照顾粉丝 接下来 说 那个活动 首三十名课金粉丝 可以获得限量版 他的签名 手版公仔 和集资如果超过 一千元的粉丝 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 新歌应援活动 的VIP 入场券 和 神秘礼物 那些粉丝 就 一呼八应 这个 又是大家 相当着弱 原来另外 闫铭熙那边 都说 有一个 活动 他有一个 19岁的 生日会 在 演唱会前夕 举行 他4月9号 没有生日 就说 率先 与数百名粉丝 开派对 预祝 生日 就在明日 厉害了 星期六 但我看不到太多 这个报道 只是 让我紧紧找到 一个 因为报 Windy 就报完 刚才刚刚合 所以我们 集合了 Yumi 今集没报 因为他也闭关 闭关 看看他 有什么搞 这次会有一个 森友会 不是我说的 森林动物 主题 那些粉丝要扮动物造型现身 厉害 我反复看回 是新新的 因为19岁 上次是18岁 想不到这么快 眨眼又一年 还有 还有有人会行catwalk 另外一个焦点 Gigi会不会扮动物 这个也是 大家很关注的 照着一些粉丝都扮动 他没理由不扮动 可惜一个美中不足 就是到时 不切 食物供应 为什么呢 Gigi抱样在身 以免继续进一步传染不同的病菌 他只会戴口罩 粉丝也全程要戴上口罩 希望 真的要保护寿星女 这次 真是保护Gigi 原来 这个口号 真的有缘机 这一刻需要好好保护 自己要保护自己 粉丝也要保护偶尝 希望他可以在演唱会 尽快好回前夕期间 然后再去 备战 呈现一个最好的 Gigi的状态给大家 一口气报了他们三位 看看大家怎样看 恭喜 Windy先考到名校 看看最终会不会 心动读一读 难得考到我觉得 去试一试 始终将来 希望全身投入 唱歌事业 在那里走一阵 来日方场 正如我所说 他需要一个 新的跳板 帮他助力 去刷一刷 这个跳板 可以是一首 很厉害的歌 或者可以是一个节目 甚至上去 内地 参加个选秀节目 爆一爆红就翻中搞定 另外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搞个女超声团 但似乎就不会 始终搞男团 是赚钱多些 女粉丝课金比较疯 男粉丝比较理性 可能会花心一点 男粉丝 不知道 可能有些都很忠诚 今集来到先 看看大家 怎么看 他们afterclass 一旦成长着 各自 各自有一个 奔波 为自己的事业 梦想 继续 向前 拼搏 大家 给他们加油 今集来到先 记得按个订阅 支持一下